演出梦工厂轮到我上场 大家好,我是赖以文 来自马来西亚冰城 我的讲题是 我有个梦要跟你说 每当我们在和朋友谈起 梦想这两个字的时候 难免都会听到他们说 我们要开大车,住大房,赚大钱 大似乎已成了人类的 梦想标准之一 然而,当大家正在追逐 这所谓的大与多的时候 肩膀上的压力 也渐渐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我是个收入非常不稳定的 全职活动主持人 可想而知啊 有活动,吃得饱 没收入,就吃草 然而,我是怎么过活的呢 秘诀就在这两个字 简单 所以说一定要上这排位 才适合上吃得好呢 我说,只要粗茶淡饭 吃得饱就是好 谁说一定要坐上大房 才能高枕无忧呢 我说,只要有瓦浙顶 睡得安眠就是甜 谁说一定要开大房车 才称得上享受人生呢 我说,只要一旦小麦威 开的安全 都能够开心团圆 我们姑姑最低空手 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随着能力的增长 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多 越来越不懂得知足 盲目的追求 到最后 也许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而今天我要对你说的梦 就是简单 这两个字 希望与你公平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